是這個統神之亂 那徐曉昕 居然還在講思想並不犯法 你怎麼看 不是我常講說 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了 而且當立法委員的人 我們總有一個普世價值 對不對 你今天請這個統神 請這個張家航 我都覺得有夠扯的 你看張家航 光他聽他講的話 有沒有 他今天講說 他也想要對魏承蓮的 做那件事情 對不對 而且他講黃子佳沒那麼嚴重 你沒有知識也要看電視 他之前還有小孩不是 對啊他有小孩 而且他還講更誇張的 他說當父親的想要對女兒怎麼樣 他還會起反應或什麼東西 這真的有夠寒的 我天啊我聽了這自覺毛骨 真的毛骨手燃 我們以前就聽到說這種叫做瘦婦 情瘦不如的父親 好我不管 今天張家航他發出這種言論 他是無知或者想要語出驚人 甚至話眾取寵 或者是標性利益都可以 那可是你今天講出來 許小新講說他這種話的 思想並不犯法 可是我講實在話 你思想不犯法 可是你把思想具體講出來 那就是犯罪意圖 對不對 沒有犯法 可是是犯罪意圖啊 大家怕到對不對 因為你付出行動的人 就像黃子佳付出行動 大家就要踏拔他 你今天張家航講出來 就是你有這個犯罪意圖在裡面 講實在話 如果嚴格去分析的話 你張家航是黃子佳的 就叫幫助犯對不對 你去買影帶 去買這些硬碟的影像嘛 這種東西是不是好 那你今天我講什麼 國民黨一開始的時候 他跟本來是跟張家航 跟那個統神裝作不熟就算了 那你今天許小新跳下去 那是你把他跳下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挑下去之後 你你你今天就燒打架了 他本來想說騎關山 看要燒打 對不對 看吳徵看統神 人下去繼續人 對不對 人要買的問題是 現在大家沒人啊 統神他就是沒有像你講的 有那麼大的打 那個那個氣勢嘛 對不對 他現在撞回去了 為什麼 統神自私理虧啊 哎大家不知道 這個對16歲以下 我們要刑法規定是未滿16歲 你跟他性交或者是 違憲行為的話 都是有罪的 對 那統神他就一直誤解啊 他覺得說我現在看很多新聞 看很多東西 不是賠錢了事嗎 你搞錯了啦 那個是16歲到18歲 還叫做梁小吳猜條款啊 對不對 那東西如果是合意 而且他現在是區分一件事情 刑法裡面是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 還有一個是未成年人跟未成年人 這兩個情度不一樣 黃子嬌這個叫什麼 成年人 對 而且黃子嬌 為什麼大家是踏罰他 他也是常常跟人家講說 這好爸爸好丈夫啊 哪知道你這個好爸爸私底下 竟然是看人家 那個小女孩的那種 那種影片 而且這個後面背後 更大的問題是怎樣 這有沒有涉及到一些 什麼性交易 暴力犯罪 人口販賣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些人 比以前那個劉煥榮有沒有 死刑犯劉煥榮 你比他們還不如嘛 劉煥榮他到最後階段 他還把他義賣說的話 拿去什麼 拯救除濟運動啊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叫做普世價值 這沒有什麼東西啊 這些人是非自願被公公開的畫面 公開的隱私嘛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哎 這種東西叫做普世價值 這個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今天去挺黃子佳的 去幹什麼的 你就是不對 對不對 那許小星你去挺統神 也不對 因為你去挺一個幫助犯 跟直接挺黃子佳 哪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柯文哲這流量 當然現在是流量為王嘛 黃國昌會不會真的也讓柯文哲 毛骨悚然 當然是毛骨悚然 你只看他數字 玉福哥剛才一直在強調 一萬零八百多跟八百多 對不對 只零頭就跟你差不多了 而且他還不是千 他是萬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柯文哲當然也差了 他以前 可是我早就預言 柯文哲選舉完之後 你的流量什麼支持度 什麼東西 會慢慢慢慢下來 而且我就講說 黃國昌總有一天會把柯文哲取而代之 真的啊 當然啊 你就看靖宇就知道了 他挺黃國昌 不挺柯文哲 我跟你講 被停權了啦 我就是因為挺黃國昌 被停權了 好像被停權 今天的事 剛剛剛剛 剛剛 被民眾黨停權 被民眾黨停權了 所以你看吧 各位 人家就有危機感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他只能用這種東西 一年 他殺雞儆猴 理由是什麼 柯文哲真的怕了 可是你殺了一個吳靜宇 對不對 還有千千萬萬個吳靜宇 對不對 那你以後全部把這些小草 全部割光啊 對不對 一萬多 至少還有一萬零 八百多個吳靜宇 對嘛 吳靜宇的精神 而且你看 他現在去直播跟他說摔頭 前面幾位都已經告訴你 摔頭要怎麼閉 沒辦法閉 黃國昌去跟這個館長直播 柯文哲也要趕快去找館長 當然啦 因為館長我說什麼 還不敢馬上講 哎呀 氣之無畏 欸十字無畏 氣之可惜嘛 對不對 至少他館長陳志安還是有流量啊 對不對 館長很沒苦氣 當然也沒苦氣 叫你來就來 他是商人 對對這是重點 他是商人對不對 你來幫他找我 如果有 要給我力頭 我當然也幫你打電 才會比較清楚嘛 對不對 陳志安當然會在調嘛 但是你調下去之後 柯文哲跟黃國昌也會怕 對不對 至少他覺得我是流量怪物 對不對 至少有流量 流量為王 我一直強調 那你今天柯文哲臉直播衰頭 我就說那比沒薄了嘛 那你很簡單啊 你下次不要什麼一日北高 不要騎腳踏車 裸騎 裸騎 對不對 重點不會遮起來打馬賽克 對不對 或許這個流量一定比這個高 對不對 標題可以下 我再找褲子 你看多好我今天建議了 你看他沒事的 這猛樣我們下幾次 而且他說實在話 欸他真的喜衝跟白色 拔蔥很故意你知道嗎 拔蔥 那應該幕僚給他建議的 不是啦 因為我們我去查了一下幕僚的主要的農產品 對不對 他出產大宗 第一個是稻米 那你應該去打鼓嘛 或者去割稻 或者是插秧嘛 對不對 你的重點不是要鬆綁農業移工嗎 那麥寮的特產 就是第一個就稻米 第二個呢 花生 還不是蔥喔 不是啦 蔥沒有啦 他又不是去三星 又不是去宜蘭 那要幹嘛拔蔥呢 而且花生 你要讓人家看到 這跟選東大廳是一樣的 對 你還讓人家看起來 花生是怎麼樣長的 長在沙地裡面啊 對不對 甚至接下來蘆筍 對不對 大蒜 蒜頭 對不對 這是麥寮的農產品 主要農產品 你還可以推廣那個農產品 對不對 甘蔗 番薯 西瓜 你看我講的這麼多 就是沒有蔥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個洗蔥拔蔥 用意很明顯 所以我就跟你講 因為上次黃國 我在強調 黃國昌一萬八千多人直播 對上阿伯 直播只有八百人的時候 黃國昌那時候 手上就拿著一串蔥 對 他今天就是要把你洗掉 把你拔掉 所以就跟你講 這個意味十足 我就跟你講 接下來 二零二六 這個前哨戰 就是黃國昌 如果真的要選新北市長的話 他們兩個人在這個地方的話 一定會有衝突出現 這就是我之前預言的 現在在倒數計時 只不過那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會引爆而已